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畅销书作者养成计划第七课 讲的是初书发表的问题 很多人讲到初书发表都不会考虑到所谓的初书发表的多元性 那初书发表的多元性以外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多阶段性 那我们首先来讲什么叫做初书发表的多阶段性 就是说刚开始你一定要有一定量 那如果说假设你第一次你就要求自己要100篇文章 那确实是很困难 可是你怎么去试图去要求自己日积月累 可能是一个礼拜写一篇 或者一个月写一篇 或一个季写一篇 试图去要求你自己 那当然在要求的过程最好的方式就是寻求发表途径 那发表途径最常见的不外就是所谓的部落格 那部落格当然自己可以建一个部落格 你也去可以靠航我们讲的比较大的路口 这个地方去贴在那里 那当然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牵涉到很多东西 包括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如果说单纯的读者只要你按个赞 这还好 那可是有的网站是事实上是有提供所谓的现金回馈 就是说可能你写一篇文章他就给你多少 那累积点数你到时候可以换 不管这个东西是换其他著作换什么 对来讲就是个收入 那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时候是可能读者 就觉得你这篇文章按赞以外 他可能还会贡献金额或贡献点数 像这个东西基本上都算是一种你与读者互动的方式 那当然除了我们写作以外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考虑到所谓的多元化 那多元化就是试着去透过不同的方式 去表达你同一个作品 举个例子 你可以用文字表达 你也可以用演讲表达 甚至于我说基本上来讲 如果说你现在在看电影的过程 事实上也有人专门在做这样的一件事 因为现在电影太多了 很多读者搞不清楚到底哪一部该看哪一部不该看 就会有人去试着我们用三分钟的部分 去解释整个电影的剧情 那当然这种创作方式的时候 它会牵扯到两个东西 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版权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讲授权问题 所以很有可能 它影音部落格过一阵子之后就会给删掉 那再来我们是不是有其他途径 包括说所谓的我们可以用众筹 我们可以外包 也就是说我们众筹可以到什么地步 其实众筹它其实在理论上 它有很多种众筹 除了金额的众筹以外 还包括分工的众筹甚至能力上的众筹 那这个东西你都必须去集结一群人 然后去跟他长期互动 那外包同样也可以外包到什么地步 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皮特你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作家 那你本身你也没有素材 或者说你不懂的访问技巧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去找外包 外包意思说你可能去外包就找一个有人卖的人 那可能试图就这个专业部分你可能访问多个人 那你可能不懂访问技巧 那你可能外包给另外一个人 他会采访技巧很熟练的人 然后由他去做一个采访 然后再来把那个录音稿回来 然后你再把它制作成作品 那刚开始的部分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去登在报纸 也可以登在期刊 甚至我们今天来讲 如果你累积量的够 你可以自行出版一本书 那出版书的时候 当然基本上也还有几个途径 就是说当然你可以找出版社 那你也可以自掏腰八 那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 都是可以思考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你出了一本书之后 它其实是可以转变为被动收入 举个例子来讲 你可能开始会有所谓的稿费收入 你可能开始会有所谓的演讲收入 你开始会有所谓的 知名度的问题 像这种问题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在这之前 如果你都已经筹备好 你渐渐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简单 像我有一个朋友 本来他把出书写出这个东西 看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可是就是因为朋友大家常聊 第一个大家会聊一些板碎问题 第一个他会聊一些 所谓的大陆跟台湾的出版的问题 那就像日积月累的过程的时候 他对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概念 有个概念的时候 当他有一次在参加一个俱乐部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 在某一方面的地方 有非常大能力的人 他瞬间就想到一个合作计划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合作计划 因为他在这之前已经做好准备 然后他累积足够知识 他可以用这些知识去说服 这一个在这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 来跟他合作 那至于说合作的细节 我们就比较不知道了 但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他产生他人生的第一本书 那这个都是有关于出书发表的问题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宝贷这本书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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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